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简家现在是江河日下 穷着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他根本想不到什么时候去取那个灵慧 所以他现在就是有这个心 他也没这个力想这个事情 我真没想到 爱家已经这么困难了 正清 现在是简家呢 无力取得灵慧 爱家呢 也愿意把灵慧嫁过来 你这样的事情 你何乐而不为呢 好好想想 尽快给我个答复 你早一点呢 他父亲能够早一点救下来 我这心也能够安 我等你答复 我等你答复 四妈妈 您找我 你爹爹跟你说了没 说了 那你答应了吗 真清 我知道你心里 还想着云儿 可是云儿她已经死了 你记住了 你只有好好地活着 云儿她才会高兴 你妈妈才会高兴的 是爹爹让你来的吗 是我自己想跟你说这些的 是吗 您喜欢我爹爹 你怎么忽然 问起我是这个的 您不喜欢我爹爹 但是您却嫁给了我爹爹 人有的时候 想做的事情和想要的东西 都由不得自己 现在云儿没了 我怎么样都无数年了 那么说你太好了 你答应娶灵慧了 我如果不娶她 他们爱家就彻底完了 我去想要不是 我去想要你 他就在发了我 你问我 那我们想要你 如果不娶她 都会看到你 那是吧 我记得我 我们想要你 你去做的事情 我说你 我记得我 能够 你去做的事情 都会让我 你去做的事情 我记得我 你成为你 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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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钱 难倒英雄汉吗 你爸爸前一阵子 都打算卖掉房子了 这要是把家里的房子卖了 我们一家人 就得流落街头 到那时候 还有哪个姑娘 肯嫁进咱们家门来 这你想过没有啊 对了 你可不能把这些都告诉你哥 要是被你哥知道了真相 那就等于去杀了你哥呀 哥 思柔 最近有什么灵魁的消息没有 没有 她说好给我三天回心的 现在你一个星期了 你没有收到回信 可能 是灵魁姐姐功课比较忙吧 可是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 哥 有些事情 还是顺其自然吧 强求不来的 你现在说话遇了一下妈妈了 是吗 可能 可能 可能是我心情不太好吧 好 我直接走走 我陪你去吧 不用 我就把妈妈提交了 打电话 有一天, 当我也来到天堂的时候, 只怕你就已经不认得我了。 也许你会说, 严正清, 你老了。 严慧, 妈妈知道你心里难受, 你要哭, 就哭出来吧, 别憋屈着自己。 妈妈, 女儿今天准备出嫁, 以后帮我再照顾你和爹爹。 你们二老, 一定要好好地过日子。 真的, 别说了孩子, 妈知道。 爱婶婶, 时辰到了, 亲娘的该动身了, 好难行, 还有好长的路呢。 妈妈, 离婚走了。 你跟爹爹, 一定要保重。 请你开她。 那蝇好多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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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愿意加油 以后我如果有什么不重要的地方 还请你多多包涵 严正清 谢谢你答应娶我 你大概 还没有好好看过我吧 这个是我们爱家的嫁妆 我现在正式把她交给严家 望严家喜欢严慧胜过今天 弟妹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亲家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 对待严慧的 严慧嫁进严家 以后还望您多多管教 我们重圆 还望您能及时大救啊 亲家 你放心吧 你如此信任我 我岂能不易啊 我一定要把重圆给救出来的 谢谢 我既然已经嫁到你们严家 活着是严家的人 死了也是你们严家的鬼 你已经是严家的大少奶奶了 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如果我做得不好 你可以修了我 你修已不修 怕是也有不了我 我爹爹 还在绑匪的手里 我知道 请放心 爹爹会全力相救的 谢谢 谢谢 我嫁入严家 带着金片做了嫁妆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金片还是你们严家的 那也是爹爹的事 如果你爹爹不肯救我爹爹 你会去救吗 我会的 谢谢你 严正卿 如果有一天 我离开你 不是你不好 是我的命不好 请不要说这样的话 百年修得同传毒 千年才得功成绵 也许 你我上辈子是真的修了负的 蜡烛 就快要烧完了